現在我們來把 茄莉烈所提出來的 等加速度運動 這個運動描述的 細節主要是 由下面幾個方程式來決定 首先我們先了解到 這裡有一個叫加速度的量 加速度的基本定義就是 用微分符號寫的話是 速度是一個時間的函數 我們把速度對時間微分一次 就叫做加速度 那這個量呢 如果你對微積分不是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大概的去想像 它就是速度 在T加一個很小的時間之後的速度 減掉原本的在T時間的速度 再除以這個時間差 很小的時間 如果我們再把這個時間差呢 趨近很小很小的數字的時候 這樣子除出來的量呢 就叫做加速度 所以這個加速度呢 是速度 它的單位是這個 又除了時間秒 所以它的這個單位呢 就是公尺除以秒的平方 所以我們要記得 加速度的單位是這樣子的 就是加速度的單位 公尺除以秒的平方 好 所謂的等加速度運動呢 就是 A 它不是時間的函數 A 等於一個常數 好 A等於常數 它不隨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的話 也就是 速度對時間的微分 就是我們剛剛這邊寫下來的 這個DVDT呢 DVDT等於一個 A 也就是等於一個常數 Constant 對不對 既然如此的話 什麼樣的函數微分會等於一個常數呢 很簡單 V 作為一個時間的函數 它一定是正比於 加速度 V等於 AT 我們知道這個微分的話 當然很快就可以證明它是 等於加速度 A 這個常數 因為T微分以後就 T微分以後就沒有了 剩下 這個A 當然我們可以允許有一個 時間常數 V0 V0 V0是什麼意思呢 V0 就是速度V 在T等於0的大小 也就是初始速度 這個就是初始速度 初始速度 所以我們得到第一個重要的式子 就是 整個運動的過程當中呢 速度 隨時間的變化 應該是正比於時間 AT 加上一個 V0 如果呢 以這個 圖形來畫的話呢 這個圖形呢 很簡單 就會是這樣子一個圖形 時間 T等於0的時候 這是速度 對時間的做圖 時間T等於0的時候 是一個初速度 我們假設初速度 V0是大於0的 某一個 V0的初速度 然後會線性的增加 OK 這一條 就是 V0加 AT的 函數 直線 就是這個 好 那如果 初速度是0的話 如果初速度是0的話 那麼我們 可以 很快的 把這個初速度是0的曲線 也畫在這個地方 初速度如果是0 斜率不改變的話 我們知道 在這邊的 A呢 就代表斜率 這裡的A 是斜率的意思 是這一條 直線的斜率 所以斜率沒有改變 只是V0改變 所以 把V0 降到0的話 這就是 V等於 AT的曲線 OK 在我們課程裡面講過 自由落體運動 就是一個 等加速度運動 自由落體 它的A呢 就等於 9.8 公尺 除以秒的平方 這個 這個加速度非常重要 我們用G來表示 叫做重力加速度 所以 這個式子呢 是我們對於 等加速度運動的 第一個 重要的公式 我們在應用上的話 常常會來使用它 舉一個例子 如果 我們在 這個 重力場下 呢 重力場下 如果我們做 自由落體運動 初速度 V0等於0 我們把G呢 就把它近似於 10的話 10公尺 秒平方 9.8 接近於10 我們就當作是10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 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比如說 T等於2秒鐘之後 2秒鐘之後 在2秒鐘的時候 速度 V等於多少 T等於2秒鐘的時候 速度是多少呢 那麼 我們就 代進 V0等於0了 對不起 自由落體運動 我們說V0等於0 好 V0等於0 所以 V等於AT 也就是這邊的G 所以是10 乘以2秒鐘 也就是20 公尺 除以1秒 所以 很快的 我們就知道 怎麼樣來運用這個公式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 介紹的 第一個重要的公式 OK 第二個 重要的公式呢 就是從 這個地方 繼續向前衍生 第二個重要的公式 有了VT之後呢 我們知道 我們要算X對T的變化的話 X對T的變化 這個呢 當然 從剛剛的經驗裡面 我們已經知道 V 這邊的V呢 V等於 DX DT 距離的變化 除以時間 的時間差 就是速度 換句話說 用微積分的觀點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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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VDT 兩邊積分 所以我們這邊就知道說 XT 減掉 X在 0的時候的 位置 會等於 積分 VDT 從0 到T 我們 那這個積分呢 就會從 這個 式子 加以積分 你就會很快得到 V0 T 加上 二分之一的 AT平方 所以 如果我們 簡單的寫 就是 XT 把它合併 T的時候的位置 是由 初始的位置 初始的位置 我們就寫成X0 我們把 這個X 在T等於0 寫成X0 OK 那麼 把 這邊 放到這裡來 你就 X0 加上 V0T 加上 二分之一的 AT平方 OK 所以這個式子呢 是一個T平方 正比於T平方 這個常數項 那這個曲線呢 當然 就是 一個 拋物線的 一個曲線 所以 X 對 T的變化 在T等於0 假設在X0的位置 然後 隨著 時間過去之後呢 它就會 以一個拋物線的方式 來增加 這是X0 好 這個呢 就是關於 運動的這個 位置 隨時間的變化 這個 我們又可以 來做一個 簡單的應用 簡單的應用 比如說 我們就 把剛剛的例子 再考慮一遍 一樣的 假設 X0 等於 0 OK 我們還是一樣 假設 V0 也等於0 我們來問 在 T等於2秒的時候 的位置 應該等於多少 這個時候 我們是 X2秒的時候 它的位置呢 從我們的公式 X0 V0 都是0 所以只有 2分之1 2分之1 乘上 這邊的A 是G G是10 再乘上 T的平方 那這樣很快 我們就得到 它等於20 在座標20的位置 OK 所以 如果 以這個 曲線來講 它是從 0開始 所以它是這樣 增加上去的 在 T等於2秒的時候 這個位置呢 所對應到的座標 應該是 等於 20 OK 這就是 我們第二個 重要的公式 希望同學們 要能夠 了解 在等加速度 運動裡面 有這兩個公式 要運用 在 X等於0 X等於V0 也等於0 的情況下 Xt很簡單 Xt 就是等於 2分之1的 AT平方 所以 如果是一個 自由落體運動的話 那麼 它就等於 是這個樣子 我們說 這個地方 假設是X等於0 這個物體放在這裡 收到重力往下 2秒鐘的時候 會達到 X等於20的位置 這是在 T等於2的時候 那 同學們可以很快的 就知道說 那T等於1在哪裡呢 T等於1 就是這個公式裡面的 2換成1 就變成 2分之1乘以10 那就是在5的位置 所以大概在這個地方 X等於5的位置 這是T等於1秒的時候的位置 以此類推 你可以算出 T等於3 T等於4 它應該在什麼位置 這是這個公式的運用 所以在等加速度運動裡面 非常重要的 這兩個公式 同學們 一定要能夠了解 在等於4 1 4 6 5 5 5 6